大家好,我是中文讲师全美玲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内容是 玉母 如果你是初学者或者是汉语零基础的话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打好基础 因为其实大家也明白 想盖好一栋楼 最重要的就是打好地基 我们把汉语比喻成一个楼 那么拼音就是这个楼的地基了 玉母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不对 如果你不是初学者 有一定的汉语基础 那么我建议大家可以当作复习 一起练习练习 另外呢我也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小的时候学这些拼音 什么生母、玉母的时候 老师是怎么教我们的 另外玉母啊比起生母来讲 发音还是比较简单一些 单纯一些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 不要紧张 也不要忘了大声的跟我一起练习 大家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开始吧 好的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一看 最基本、最重要的六个单玉母的发音 为什么说最基本呢 因为其他的副玉母还有鼻玉母 都是基于这几个单玉母衍生出来的 那为什么说它们重要呢 因为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汉语拼音里面的声调 指标在六个单玉母的头上 明白了吗 好的 让我们一起看看这六个单玉母的发音 第一个 啊 啊 发音非常简单啊 只要张开嘴 嗯 啊 发出来就可以了 像唱歌 对不对 好 第二个 呜 呜 呜 它呢 发音也非常的简单啊 另外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 我小的时候学这个发音 老师说把它读成窝 我今天还特意问了一个我的小学同学 我说 你记得这个音小时候咱们是怎么学的吗 他说窝呀 但是现在呢 很多对外汉语教材都把这个音读成窝 嗯窝 国际音标就是窝 所以大家读成窝就可以了 好 让我们看看下一个 咱们看看下一个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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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音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是咱 是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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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 那这个 比起 它的嘴唇 更用力 更紧张 处于一个更紧张的状态 再来一遍 还有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发音跟 韩语里面的 语语发音是不一样的 韩语里面的 语语它这个嘴是张开的 但是汉语的 语它嘴 始终是保持一个紧张的状态 不要张开 语 语 语 好大家从头到尾 再跟我读一遍 啊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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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别忘了 再把我的发音录下来 然后呢 把自己的发音录下来 进行对比 自己可以纠正自己的发音 好吗 另外呀 这个六个单育母 一会儿我会着重讲一下 呜 和 一 这两个小朋友 他们呢 有一点点特殊 嗯 大家先有一个印象啊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 由这六个单育母 衍生出来的 负育母和比育母 先看第一组 啊 这一组啊 啊 让我们一起看一看第一个 读 哀 哀 哀 它是由 啊和 一组成的 对吗 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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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读就变成 哀 哀 哀 第二个 是 啊和 呜 组成的 啊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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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起来就变成 奥 奥 奥 好 再看下一个 安 安 安 在这里啊 呢 是鼻音啊 发鼻音 所以它读成 安 安 安 好 让我们看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它是后鼻音啊 读 安 安 安 跟韩语里面的 安 非常像 对不对 那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呜 这一组 只有两个啊 非常简单 第一个是 呜和 呜 呜 欧 它们连起来就是 欧 大家注意啊 虽然它是 感觉最后应该读成 欧 但是呢 其实它是读成 欧的 更大方一些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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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 呜 这一组 刚才我说过 呜和 一 比较特殊 那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 到底哪里特殊 先看看 呜 这一组 第一个发音是 A 其实啊 读A这个发音的时候 有的学生会问 老师 我怎么能听见 A的这个音呢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 其实啊 现在有好多 可以说绝大部分 在韩国出版的汉语教材里 总结了一点 这个呜呢 有的时候发音是 A 嗯 就比如说 A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嗯 A A 大家啊 其实可以这样记 因为呢 有利于大家快点适应这个发音 但是 我小的时候 学拼音的时候 老师没有讲 呜有两个发音 一个是呜 一个是A 老师不会这样讲 我们是怎么学的呢 呜 一 呜 一 快点连起来读 呜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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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我们是这么学的 所以 这可能就是 中国人学汉语拼音 和 外国人学汉语拼音的一个 区别吧 嗯 可以这样总结一下 然后 如果 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啊 如果大家 发 A 这个音的时候 A 这一个音 不要发的太长 比如说 不可以 发成 A A 这样不可以 要快一点 短一点 是 A A 明白了吗 好的 看下一个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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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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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音呢 首先是 A A 的这个状态 然后把舌头 翘起来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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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发音大家记住了吗 嗯 而且 R 有的时候会有 A的这个音 但是 我的小小建议就是 A这一段 不要发的太长 嗯 不要发成 A 这个音 是 A A A 短一点 快一点 好吗 好的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 E 这一组 E 这一组呢 比较多 但是大家不用怕 因为发音都比较简单 让我们一个一个看 第一个 是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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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快点读 就变成了 呀 大家在发负韵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不能分开读 不是 不可以这样读 它是一个音 所以是 呀 呀 呀 好 让我们看看下一个 它的发音 比较特殊 大家要听好啊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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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呃 它发 A的这个情况 对吧 耶 耶 这个发音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是 耶 千万不要这样读啊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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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个 耶 快点连读 快点连读 是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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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个发音 大家听一下 是 这个发音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多人都把它发成 或者是 都不对 是 不可以这样发音啊 呦 是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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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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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读是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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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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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发音 大家要注意啊 不是 呦 不对 是 音 音 最后一个 是 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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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刚刚学了一部分 韵母之前也学了生母 那我们现在就练习把它们拼在一起啊 比如 鸸 鸸 汉 佛 A 飞 可翁 空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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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 支 一 应该读什么呢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刚才说过 呃和一 非常的特殊 对不对 那一呢 特殊在这里 也就是在 知 痴 诗 滋 滋 后面的时候 一 很特殊 那在韩国的教材进行说明的时候 他会说 一 在 之痴 诗 滋 滋 后面发 呜 的音 那在中国呢 我们会讲 一 在 之痴 诗 滋 滋 滋 后面 不发音 这也是一个小小的区别 但是 只要把 之痴 诗 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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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音发好了就可以了 明白了吧 好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 呜 这一组 呜 这一组啊 比较简单 让我们一个一个看一看 大家 大声的跟我读一下啊 第一个 呜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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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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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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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大家 乌这一组还剩下四个 让我们一起看一看 第一个 好的大家 我们现在剩下了 最后一组是 这一组 大家跟我一起看一看啊 第一个比较特殊 呃不是发呃这个音 有呃这个音对吧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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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注意啊 弯和员 发音是不一样的 员 员 真的是最后一个了 晕 晕 晕 好的大家 那到现在为止 我们把全部的运母 从头到尾 学了一遍 发音啊 呃一个最好的方法 就是反复的去练习 好的大家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千万不要忘了 多多练习 好吗 好吗